被卡在山家族海惨了,西蒙斯让人失望,修赛期没有练出一点投篮来自76人的状元本西蒙斯,自进入联盟以来就一直受到不少的关注,很多人都说他是詹姆斯的接班人,76人也把他和大帝恩彼得当作是未来球队舰队的基石,西蒙斯的身体天赋不错,而且篮球智商也很高,说他是詹姆斯的接班人并没有高估他, 但西蒙斯的唯一缺陷就是他的投篮,上个赛季常规赛和季后赛,在三分线外的出手,居然无一次命中,NBA不少球员刚进入联盟投篮都不好,但是很多人通过在修赛期训练,投完命中率也慢慢的提升,上赛季是西蒙斯的第一个赛季,投完不好并没有什么关系,只要他在修赛期好好练习就行了,但在这个修赛期, 关于西蒙斯训练的新闻少得可怜,有关于他的主要都是花边新闻,跟卡带山家族小妹詹娜的绯闻,在近日,西蒙斯和威少、汤普森等NBA球星一起训练,在这一次训练中,再次体现出了西蒙斯的短板, 在整个训练对抗赛中,西蒙斯没有三分投篮,主要得分手段还是老一套,除了突破还是突破,有一个两分的投篮,西蒙斯还显得非常的犹豫,停顿了一下踩头,看来他对自己的中投也没信心,三分线外的出手就更是一次都没了,值得讽刺的是, 同样跟卡带山家族交往的男人,TT汤普森,在这一次的训练中,倒是展现出了自己不少的进步,作为一名中锋,汤普森在这次训练赛,居然拉到三分线外投三分,而且还进了,不知道西蒙斯作为一名空位,看到汤普森的三分都进步自己是什么感想,从这次的训练对抗赛能看到,西蒙斯在这个休赛期,中远投篮没有多大的进步, 主要还是靠着自己的身体天赋,虽说西蒙斯还年轻,还能慢慢训练,但是76人如果想要再下赛季走得更远,西蒙斯还需要尽早的把自己的篮子练出来,要不下赛季再计后再对上凯尔特人,剧情可能又会再一次的重演。 欢迎订阅